欸 不要跳啦 下來啦 只見男子爬上圍牆 打算要翻牆逃逸 聽見圓景的勸導後 人下來了 想往反方向 但另一邊 還有圓景等著他 不要跑 趴下 他放另外邊了 男子在樓梯上折反跑 跟警察大玩躲貓貓 結果另一名圓景 突然竄出來 你跑什麼 跑 男子把腿狂奔 圓景也緊跟在後 兩人直接上演警匪追逐戰 會跑喔 要注意喔 這個人會跑喔 事發在7月8號 清晨6點左右 警方發現一名外籍 陶毅移工 跑到台中市北區武藝街上 兩名圓景各騎一部機車 將他逼到樓梯上 他有可能會跑回來 你先跟著他 我看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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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一邊 他下不來了 他下不來了 警方兩邊包抄 讓陶毅移工無處可逃 最後還是將他逮捕 經過調查36歲 越南籍的張姓外籍移工 因為簽證已經過期 一年多 被列為失聯移工 逃逸多日就怕被查獲 選擇在人少的時間外出 卻沒想到 和正在巡邏的林姓圓景 對大眼轉身狂奔 過程中還試圖從高處跳下 在與同仁四目相對後 近轉身逃逸拔解狂奔 同仁立即上前追捕 順利查獲一名越南籍的失聯儀工 因逃逸多日生怕遭查獲 選擇在人煙稀少的時段外出 當然在逃逸過程試圖從高處跳下 所信被同仁及時勸說才會跳下 但最終還是被包夾制服 冤進以跑百米的速度將他逮捕 還跟同仁直呼這個很會跑 最後張姓越南籍移工也依法移送 移民署台中轉請對整辦 東三新聞李湘銘 廖靈軒 台中報導